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那我自己有两个小孩 一个三岁 一个四岁 那就跟刚刚说的一样 在这边的家长 应该都是非常在乎自己孩子教育的家长 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的家长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比我们好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成功 对我们来说 孩子不是拿来拍照的道具 或是跟朋友炫耀的工具 而是我们的家人 是我们愿意用生命 我们使命愿意去来 无条件的去保护的 但是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 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公立学校正在摧毁我们家庭跟我们的小孩 更可怕的是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说 我们的孩子是最好摧毁家庭的工具 我知道我讲到这个地方很多家长都不会相信 连我妈我讲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我 特别是华人的家长 我们会觉得说老师应该都跟家长站在一起的 学校都应该跟家长站在一起的 政府害你干嘛 对不对 那以下我说的东西不是阴谋论 而是彻彻底底的阴谋 破坏家庭是他们的目的 光这个议题我们就可以讲 大概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但是今天因为大家都是父母 我想要专注在小孩的教育上面 首先就是我们的公立学校 他们正在使用公立学校 一个靠着你的纳税金 你的地价税建立的一个政府机构 跟你说这是免费的 免费的服务的机构 那在做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推广孩子离开父母 变态的老师性教育 扭曲孩子的价值观 还有以多元的种族歧视的这个名义 推广性洗脑 在讲什么呢 各位如果有小孩的话 你觉得这个画面不好看的话 你可以把他的眼睛捂住 这个是他们儿童的教科书 现在加州的教科书 这本书叫做Gender Queer 是加州的公立学校的性教育读物 几乎每个学校都有一本 里面讲的东西是变性人 如何合理化 男性行为 他们关系是自己的 他们在发生关系的时候的状态是什么 里面的内容都是什么未成年的孩子 在勾引在家里坐着无聊 勾引在家里邮差的这个跟他发生性行为 这是14岁以上就开始教导性教育的一个读物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些图片 我们自己都不想看 但是现在公立学校是在教这个样子的东西 那这本书呢也是儿童性教育的课本 这是小学4年级就开始的性教育的书 里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奇怪的画面 现在这是每一间加州的公立学校都在教导LGBTQ的内容 各位知道LGBTQ是什么吗? L是lesbian就是女的同性恋 G是gay是男的同性恋 B是bisexual是双性恋 E是transsexual就是变性人 Q是queer是酷儿 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性别或自己的性像是什么的 那每一间学校都有所谓的保健室对不对 里面都会有配合心理的医生 他们这些医生会鼓励你的孩子去变性 接吻期的小孩有非常多的问题 就是长大了 他就却出错误的决定 现在他们只要你的孩子发生任何问题 可能心情不好 可能早上被你骂 可能身体的变化 失恋 他们都会给你小孩一个答案 就是你的性别可能是错的 你的灵魂可能出生在错误的这个身体里面 你可能出生的时候 医生指派你的性 学校里都有所谓的transition closet 全加州每一间学校都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意思 在12岁之前你的小孩已经被学校的老师洗脑了 已经有想要变性的思想了 他可以在家里穿一套衣服 在你面前穿一套衣服 他去学校 学校会有一个衣柜里面是其他性别的衣服 他可以在学校里面去开始上课之前 做一个去转换衣柜 换成你孩子想要的衣服 他想要的性别的衣服 回家之前再穿回正常的衣服 再给你们父母看 这些都是让小孩更自由 更做自己的名义去做到的 目的就是要来欺骗父母 来阉割小孩 而且各位觉得说我把小孩保护好就好 对不对 今年10月7号刚过的一个法案 叫做AB665 12岁以后 政府可以指派社工到你家去把你的小孩拿走 把你的小孩夺走 只要小孩超过12岁 认为说自己的父母不支持自己变性的行为 他就可以跟学校说 政府就可以有权利 请社工到你家把你的孩子带走 以后你的小孩就不再属于你的了 你的小孩属于政府的 然后他们会住到一个支持LGBT的家庭里面 或是到寄养家庭或到孤儿院里面 你会彻底的失去你孩子的抚养权 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还有种族歧视 还有说我们可以合理化攻击白人 把你的小孩建造成一个受害者 各式各样的很恶心的 心理变态的这些教育 这些不是在吓唬各位父母 这些是真正在发生的事情 而且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图片上这个小女生很可爱 对不对 她的名字叫做Yelly Martinez 她的妈妈叫做Abby Martinez 从11岁开始 这个小女孩就开始认为自己有忧郁症 她跟妈妈说 然后学校就带着这个小女孩 去找学校的counselor 学校的心理辅导 高中开始 她就开始加入了LGBTQ这些社团 这个小女孩就被学校 还有这些counselor告诉她说 你其实是个变性人 跟这个小女孩说 她其实是个男生 而且她现在所有的心理问题 只要变性了之后 一切就会变好了 她回家之后 我开始要求她妈妈要改叫她男生的名字 然后用he him 这样子的一个性别代词来称呼她 她妈妈不要 LGBTQ这个社团就跟这个小女孩说 你妈妈其实不真实你 你妈妈不支持你 你妈妈不爱你 你要想办法离开你的家里 之后她就跟她说 我知道有个办法 你跟社工讲说 你跟学校讲说 你妈打你 她家暴 这个样子社工就可以合理的 合法的带你离开这个压迫 最真实的你的妈妈了 如果这个小女孩就是听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照着做 这个小女孩离开家里之后 忧郁症没有变好 反而变得更严重 妈妈如果要跟自己的女儿见面的话 社工会说 你们要见面的话可以 不可以提到你的宗教 不可以提到你的神 不可以提到耶稣 我如果听到你跟你的孩子 跟耶利讲这样的东西的话 你这一辈子都别想见到你女儿 就这个样子 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这边都简短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 之后这个妈妈晚上就接到一通电话 警察局打来的 她的女儿自杀了 在Promona那个地方 在一个火车铁轨上面 卧轨自杀 只剩下一堆屎块 这个妈妈就这个样子 被学校还有政府 夺走了她的女儿 她女儿就这样死掉了 被政府还有LGBTQ社团洗脑之后 卧轨自杀 这个小女孩就读的学校 就是Arcadia High School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读的学校 那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女 是可以进名校 是可以出人头地的 是可以去哈佛 去史丹佛 但是我真的在这边希望 这不是我们父母的希望 而且现在我们的教育系统 真的只会伤害我们的孩子而已 我们的教育问题其实是出在 我们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 未来要做个有钱人 有权势的人 有能力的人 但是却很少教导我们的孩子 当一个好人的未来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未来可以当医生 当律师 然后继承家族企业 如果有钱的话 他们可以去做 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他们可以去画画 去唱歌 去拍电影 当导演 但是其实这个并不是 我们孩子真正需要的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其实不是要给孩子 人生的职业方向 而是要教给他们道德 还有价值观 以及他们的信仰的方向 当我们的孩子做错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惩罚他们 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是选择包容的 其实教会也是一样 我举个例子 我的小孩很吵 一直哭 不不写功课 上课不认真 这个我会惩罚他 会骂他 甚至有时候会打他 但是就会我们孩子长大了 发生了婚前性行为 或是心情不好 对着我们大小生的话 对着我们不礼貌的话 我们却是常常觉得说 我们要忽略的 我们会觉得告诉我们自己说 没有关系小孩等他长大就好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常常分不清楚 罪跟错误的不同 我们常常惩错误 因为觉得很烦 我们很讨厌麻烦 而不是因为孩子犯了不该犯的罪 所以说我们去惩罚他们 简单说就是我们允许孩子纵容自己的道德 还有价值观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家庭 我们在乎的是自己工作事业上面的成功 还有物质上面的丰满 失去的就是家庭的重要性 以及孩子的道德价值观 简单说总结就是 我们失去了我们对于孩子 以及家庭的责任感 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的生活 我们追求的都只是这个世界的生活 世界的人生 还有世界的成功 还有身边的人的认同 其他我们朋友妈妈圈的认同 所以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孩子没有在这个什么 特别在品德还有道德上面的要求 更是忽略了美德的重要性 那圣经上面十戒告诉我们说 要孝敬父母 英文是honor your parent 那这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parent have to be honorable 父母要值得被孝敬 上面每一点我基本上都可以讲半个小时 但是我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能提到一点点 我们必须当一个值得被孝敬的父母 其中一个就是亲自的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可以再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 然后让他们摧残我们的孩子 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是神给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亲自的去教育孩子 我们这样的做不但可以亲自的看着孩子成长 而且还可以透过孩子的成长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 我们自己也可以成长 所以今天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介绍给大家一个叫做 homeschool的一个制度 在亚洲也有叫做在家自学或是在家教育 在美国有各式各样的homeschool的课程 父母是可以跟着教材亲自的来去带领 来去教导小孩的 而且homeschool是有非常多的社团跟群体的 大多数都是七八个家庭 甚至十几个家庭 小的可以从大的那边学习 那很多的人会说 homeschool是不是就是把小孩关在家里面 什么都不做 或者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在家里读书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homeschool绝大多数都是要培养小孩的父母去执行的 各位现在看到的所有什么儿童的职业运动员 打网球的打排球的儿童的明星画画的人才 这些高阶人才他们没有一个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 他们其实都是选择homeschool的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他们可以保护自己跟孩子的关系 而且还可以亲自保护自己跟孩子的 自己孩子的道德跟价值观 那这十年来选择homeschool的父母变得越来越多 不断的增长 因为美国的教育真的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更多的是父母发现了重要的不是要把小孩送到哪一间大学 哪一个学校而是要教导小孩如何吸收知识 自己如何吸收知识 以及找到自己人生的命定 homeschool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朋友圈 可以让看着孩子长大 维护孩子的品德教育 让孩子得到的知识 不是从父母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 而是他靠自己学习的能力来去得到的 很多父母会觉得说 我小学跟国中的读书内容 我早就忘光了 我哪有资格当老师啊 很多华人的父母会觉得说 我英文又不好 我凭什么教我的小孩啊 但是其实不是的 homeschool的教材是可以帮助你 如何教导你的小孩 很多父母会觉得说 是不是就是把 homeschool是不是就是把小孩天天关在家里面 会导致小孩交不到朋友 没有社交能力 其实也不是的 homeschool你可以带着你的小孩到处走 你的孩子会看着你怎样去买东西 怎样跟你的朋友沟通 甚至如果你是生意人的话 他们会看着你怎样谈生意 他会看着你在生活当中如何去做人处事 那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小孩呢 他们只能跟自己同年龄的人沟通 只能跟自己同年龄的人玩 一回家就开始欺负自己的弟弟或是妹妹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样 但是至少我家是这样子 但是homeschool的孩子是可以跟所有年龄层的人沟通的 他们可以跟老人沟通 可以跟小孩沟通 可以跟同年龄的人沟通 因为他们平常真正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 跟你一起生活的 所以他们活的也会跟正常的人一样 而不是一个叛逆的青少年 只会跟父母唱反调 但是homeschool并不是一个万能要 并不是说只要在家教育了 在家自学了之后 小孩就马上变成一个品学兼优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好学生了 homeschool这个制度 最重要的就是父母自己本身 我们要有这个责任感 要来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要知道说小孩是我们的责任 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自己本身以身作则 亲自的做给孩子看 亲自来带领孩子 我们这些父母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养成一个可以独立自主 品性良好的大人 而不是因为自己学历很高 因为学历或是工作而自大自满的一个 什么都不会 然后道德又败坏的巨婴 homeschool的目的是要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成长 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是充满着家庭的欢乐的 这个样子他们会变得比我们这一代 还要更有家庭观 还要在乎家庭的重要性 透过他们自学的模式 来找到自己读书的方法 让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要求 而不是只是为了要完成 妈妈想要我当医生 爸爸想要我当律师 这些为了上一代的愿望而活 我们要他们为他们自己 跟他们的家庭而活 为了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家人有责任 不是为了我们的期望而活 因为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他 所以在这个homeschool里面 道德品德美德才是最重要的教育方式 最重要教育的这个重点 那道德并不是说 你觉得是什么 或是我觉得是什么 道德是有一个基础的 道德是有一个基准的 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孩子很聪明 他们需要知道为什么 变性人不是人生自由的解答 同性恋同性婚姻 不会让他们得到快乐 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我们为什么要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回答就是 因为我这个样子说的 因为我是你爸 或是你长大之后就会知道了 或者是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很恶心 因为这个样子不正常 这个样子的回答是没办法 让你的小孩得到满意的 但是这些答案都在圣经里面 所有的道德观还有价值观 都在圣经里面 圣经还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人生会发生什么事情 基督教跟犹太教是唯一的一个有律法 而且对错分明的一个宗教信仰 我们不足 但是我们可以邀请神跟我们一起 透过圣经的价值观 来带领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孩子一起成长 我如果讲的话 继续讲下去的话 一定会超时 所以如果有什么圣经上面的问题 请多来基督徒之家 还有跟他们那样联络 那总之在这里 真的是邀请还没有信主的父母们 请你亲自来去祷告 亲自来去认识耶稣 亲自来去带领孩子 让自己的孩子的家庭得到自由 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政府正在攻击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政府正在洗脑我们的孩子 这并不是在吓大家 然后让大家害怕 而是一个邀请函 这是邀请所有的父母变得刚强 变得有能力夺回自己孩子的教育权 重新创造一个有道德 有美德的下一代 让孩子的成功 是让他有满足 而不是让我们有满足 让我们一起有这个机会 来认识神 来认识圣经 来认识耶稣 带着我们的孩子 一起成长 一起活出目标 一起活出人生 一起建造正直 有品德 有道德 有美德的一个世代 好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